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朱元璋虽然在历史之中是一位痛恨贪官污吏,爱护子民的好皇帝 可是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大肆屠杀功臣,一直被后世所诟病 在朱元璋处死的功臣之中,有一人让后世很是费解 他虽然有点忌贤度能,有点贪婪权势 可是在其被处死之时,他已经是位76岁的老者 而且又是辞官回乡 此人就是被朱元璋称为汉出萧河的李善长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掉已经76岁的李善长呢? 李善长可谓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中的佼佼者 可是后来李善长还是被朱元璋以知情不报和参与谋反处死 难免有点牵强 有人认为朱元璋处死功臣是因为太子朱标早逝 朱允文压制不了这些开国功勋 其实这样的认为让人难以信服 当时的功臣们持功自傲,贪腐民旨民高 致使百姓怨声载道 这在朱元璋看来是威胁明朝基业稳定的举动 毕竟元璋就是因为腐败而消亡 朱元璋肯定不想看到自己辛苦建立的明朝基业 重走元朝的老路 就是这些功臣已经到了目无黄泉的地步 可以说李善长被处死的主要原因 还是跟做过丞相和知情不报有莫大的关系 李善长做丞相之时 可谓是民生遍布满朝上下 况且李善长当时独揽朝政 有架空黄泉的嫌疑 李善长如此之为 或许只是为了打败刘伯温为首的党派 可在朱元璋眼中 李善长初衷未必如此 另外李善长的性格也注定了自己 不会有圆满的结局 因为李善长是一个极其护短的人 李善长虽然是朱元璋的同乡 而此时的朱元璋是一位君王 是不想看到怀西勋贵一家独大的 可李善长以自己的丞相之位来维护怀西勋贵 并且怀西功臣都是以李善长为首 如此之下 李善长早晚都会威胁到朱家天下 这也是朱元璋要处死李善长的原因之一 其次李善长当时虽然已经是76岁高龄 可其门声遍布天下 可以说李善长在朱元璋做皇帝时 不敢轻急妄动 朱元璋之后的君王 或许压制不住李善长这些门声 为了明朝基业 朱元璋还是最终选择了处死李善长 消灭其在朝中的影响 最后就是李善长知情不报之罪 当时李善长因为蓝玉和胡维雍被调查 朝中一些人直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信息 上报给朱元璋 原来李善长一直知道蓝玉和胡维雍有谋反的嫌疑 李善长不知为何选择了隐瞒不报 或许是李善长害怕牵连到自己 或许害怕明朝重新回到战乱不止的境地 可在朱元璋眼里 李善长知情不报是在两边压宝 就此一条就足以治理善长的死罪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看出 李善长最终的结局是注定的 因为其性格和所在之位及其影响 最后的知情不报 作为一国之君的朱元璋 为了明朝基业的稳定 也是要处死李善长的 其实换作我们处在朱元璋的位置上 也是如此之为吧 你们说呢